大家好,我是余波 現在的時間是6點57分 我現在在觀塘,我需要出發去屯門大會堂 屯門大會堂是否很有氣息的地方呢? 沒錯,文化氣息的地方 去看一場show 這場show的開始時間是7點半 即是我有半個小時就由觀塘出發到屯門大會堂 但不要忘記我只開著一輛150cc的車子 實在太... 我都不懂得說,盡力吧 話說,孫賽宇那壇東西有鍋氣 看這場show的時候,同時要見一班人 我想很多人都會好好奇我 究竟余波我是做甚麼 其實我... 你當我是一個freelance 其實我很多事都會做 話說在這個頻道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人生經歷了非常大的轉變 無論是友情、金錢、事業等等 都出現了很大的困難 這個頻道都開了,頂眼上就繼續做了 其中我放棄了事業的一部份 就是在這個中學生或者社區中心 教一些小朋友做drama drama 是啊 我讀drama 我是讀drama的 這個是我一份很喜歡做的工作 我除了是一個會駕車 拿刀、拿銀行、拿機器 同時我也是一個藝術家 哈哈 當自己發生了錢錢的問題 我就立即把所有的工作都剪掉 要全力去賺錢 而這班人呢,我視他們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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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我的...我的兒子女女 那樣 所以酸菜魚這件事為何有鑊氣呢 大家都知道我射波就是為了煮酸菜魚 那這班兒女呢 在WhatsApp上錄了一段音 我給大家聽一下 不要再煮酸菜魚啦 沒錯 不要再煮酸菜魚啦 這班說話應該是有骨的 因為我這樣丟下了他們 我簡直愧為人父 做男人要做一個負責任的人 偏偏他們在昨天 即是他們是一個比賽的形式 初賽就贏了 準備今晚就決賽 唉...所以我今天又射波了 但我猜他們應該是沒有看過我的頻道 因為我的頻道是做電單車和煮食的 應該是他們不適合 亦都不會去看的 那今天呢 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 我今晚就會看他們比賽 還有看看會不會入後台和他們打個招呼 這樣 對於他們來說贏輸 比賽贏輸並不是最重要 但反而是 可能有我在這裡 他們會開心一點 對 不知道他們是否掛念我 但我其實很掛念他們 那現在在農場道啦 幸好農場道不失車 那麼...7點02分 亦都試一下這部的Mary 走高速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唉... 其實我應該真的是 快速到400MAR 不過... 算了... 沒時間換車了 唉... 去播了 這個天氣開車真是... 完美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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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剛剛好 前面就是屯門大會堂下的骨位 7時27分 完美 現在收拾後,就在屯門大會堂 希望取得撤票,亦都能入場 先另一樓去給我,是後家,今天才加入 我要看一場表演,其實是屬於舞台劇的分支 即是即興劇 即興劇,簡單來說,由我們觀眾給場景 他們會在舞台上立即做一場即興劇 這是一場比賽 會有蘋果比分,最後他們會獲獎 因為場內是不准拍攝的 現在凌晨三點鐘,什麼事情都沒有一看 世界末日,世界末日,電腦界爆炸 工作不真 咦,是娛樂無求 好爽,好爽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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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大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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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在後台的位置 比賽獲得第二名 現在準備開始盡聚彩 我現在馬上衝進後台 也給他們一個驚喜 因為他們本身不知道我來 我到後台就可以拍片了 所以大家就進去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看鏡頭 好 最好 對 他們已經要努力 這 班就是我班 我被子女人看著鏡頭 車子 快點跟鏡頭打招呼 喂 打你很久了 他就是這次的寶母 過兩個星期我會好好地介紹一下這個人 今天你乖不乖 你乖不乖 你乖不乖 今天終於他們完成了比賽 歡迎跟鏡頭打招呼 哇 上天市 今天我的生活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幫我的Instagram 給人喜歡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有機會大家會看到他們的面孔 會繼續在我的頻道出現 就是這樣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支持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堂